奋斗新时代 追梦新征程 观众朋友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的两会特别报道 奋斗新时代就全部结束了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中国世界说 我觉得吃饭在中国是有一个 不是习惯是一个文化 大家都是在一个桌子上面做的 长辈 下辈 下辈 都是在一起 特别热闹 中国的菜里面有肉 有菜 混起来以后那个更好吃 各种各样的味道在一起 做得很漂亮 颜色很漂亮 营养全面 已经十年了 我已经十年了 当我来到 我给了很多东西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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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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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非常喜欢吃中国菜 比如火锅 辣面 还有羊肉串 还有西安的那个 鸡翅 还有 宫宝鸡丁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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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吃 我每次碰到我朋友 他们不是说你好 哈喽 他们直接说吃饭了吗 吃饭是一个文化 我在中国北方来的 但是我喜欢比较辣的那种 装菜啊 小吃啊 这些 都喜欢 一般我们外国人都喜欢的是 那个鸡翅膜 还有那个鸡翅锅子 这两种东西是我最喜欢的 水煮牛肉啊 香辣肉翅 鸡翅鸡翅 鸡翅鸡丁 牛肉饼 酒菜盒子 装菜啊 这些火锅啊 烧烤啊 都喜欢 四季我会说那个 西红柿鸡蛋 就会说超鸡蛋 现在在斯里兰卡首都 克兰部有好几家 装菜 我估计有三十多家 装菜兰州拉面馆也有 中国烧烤 很高兴现在中午 可以吃到那个中国的烧烤 我是希望中国人来这边旅游的 玩的 工作的 来得多 然后餐厅肯定也会有多 我在中国待的是我最好的那个时间 所以我很想中国 以后我要机会的时候 我肯定不去